哈喽射手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Jane 那今天这个影片呢是要给射手座的朋友们 从8月16号到8月31号的双周能量温室排卡解读 那这是一个大众能量排卡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每个人的状况和细节 我会建议你听取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就可以了 那请记得能量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的 所以这些讯息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现在在那面临或未来会遇见的一些状况 在我的频道除了会建议你听取 你的太阳月亮上升精心的四个星座之外呢 也会建议你在我的频道呢 你不需要局限任何的星座跟时间 你可以点选特别有感觉的标题 去做一个综合讯息的参考也可以 那请记得也要回顾过往的影片 你可能会对于你现在的这些状况呢 整个轮廓你会比较清楚一点好吗 那如果是新来的朋友们非常欢迎你的加入 除了帮我追踪按订阅之外呢 请记得在影片右下角呢 右下角我刚刚是大舌头吗 右下角 这个呢通知呢 请要记得改成全面通知好吗 因为呢我们的频道呢 常常会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活动 所以你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讯息 所以你不想错过的话呢 请记得一定要在右下角 不管是新朋友老朋友 请记得赶快去改成全面通知 你才不会错过我的影片好吗 特别是演算法它一直在改变 所以有可能你可能这一期有看 下一期没看 下一期你要再回来看 你就发现你会找不到我 不是我不见了 是这个演算法的问题OK 所以非常建议大家要开启这个全面通知 才不会错过这个影片好吗 好 那呢顺便要告诉大家呢 就是在使用这个我的影片之前呢 我会建议你们可以到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都有非常详细的影片使用说明 那如果呢 你有任何对于 比如说大天使能量蜡烛 个人咨询的一些询问下方都有这个连结 好不好 如果你还是找不到你要的答案呢 我会建议你直接来追踪我的IG 也就是上网搜寻一个关键字 真爱自己 Jenlove myself J H E N L O V E M I S E L F 你就可以找到所有相关于我的资讯 好吧 那特别告诉大家可以来看我的这个IG动态 因为最新的消息都会在IG动态上面公布 我也会在IG上面跟大家比较有更多的互动 好不好 OK 好那顺便要告诉大家呢 如果你之前有订购这个大天使能量蜡烛 朋友们 我已经开始准备陆续 已经开始有出货了 好不好 那已经快要追上正常的出货速度了 所以最近可能要多留一下 多留意一下自己的信箱 好吗 我会尽可能的 赶快把进度赶出来之外呢 如果你想要参加我的生日派对 全球生日派对活动 请你回去看7月15到7月31的 这个各大12星座的这个影片 开场我都有解释 怎么样可以来参加我的全球生日派对 可以获得我帮你挑选的礼物 还有大天使能量蜡烛 以及个人咨询的这个服务 好吗 那我就话不多说了 OK 那另外一个最后一个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这一次我恢复到原本收音的方式 因为在众多的考量之下 还有大家的这个反馈之下 我会决定回到原本的收音方式之后 我可能会再去找一个折衷的办法 或更好的方式来呈现给大家 好吗 这一阵子麻烦大家如果声音太小或太大 请你们能够自行做一个调整 OK 那特别跟大家讲 其实你用手机收看的话呢 戴耳机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我测试过非常多不同的手机啊 平板啊 电脑啊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好吗 好 那最后还有什么事情要交代 没有了 老朋友都知道我们开场的那个开场很多讯息 那等一下呢 除了平台的更新 接下来我们就要准备进入射手座的这个开场讯息 要告诉大家好 那在桌上这一颗没有错 这个是大天使能量蜡烛的雏形 好不好 这个呢是原本我在测试这个新的原料跟配方的时候 自己留下来 所以上面没有这个能量花槽的这个装饰 OK 所以呢 你们收到的是有花槽版的 好不好 我自己就用这个简陋版的 哈哈哈哈 好了 所以如果你喜欢我大天使能量蜡烛 欢迎你到我的官方网站来进行订购好吗 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的 OK 好的 那我们就准备来进行这一周的双中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请记得本频道非常倡导 使用妈妈伸给我们的脑袋 还有爸爸伸给我们的双手 也就是说在等一下解读排卡的过程当中 请你自行灵活运用去套用所有相关的人事物 OK 那当然呢 在这个解读的这些 比如说形容词啊 或者是这些 形容词还有什么 情绪上面的这个内容啊 我觉得你要自行去套换灵活运用一下 好不好 那最后再跟大家讲 如果你还是不知道怎么样使用我的影片 请用爸爸伸给你的双手 滑一下你的手机 请到右下方点选 影片资讯栏 你一定会看得很清楚 好不好 原因是因为我实在回答太多次 都是一样的问题 OK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一次呢 宇宙跟天使有什么讯息 希望我传递给射手座的朋友们 可以为你们带来一点点小小的帮助 好吗 首先呢 这张牌卡也就是射手座的朋友们 这两周的这个挑战 也就是这个保健期 那这三组牌卡分别是过去 现在未来的三组能量场 那在我手上这张底牌 你目前看不见有可能会迎来的状况 也就是这个钱币六 好吗 我们来瞧瞧 还没有讲开场讯息呢 不要急 我有记住 你们不用担心 我这些牌卡我都还没有看 所以也不会影响我后面的解读 我会直接告诉你们 我现在感受到的 还有看到的画面是什么 首先呢 第一个要给射手座的朋友们的一个讯息是 这两周你的幸运颜色是 那个算草绿色吗 草蓝绿色吧 都可以 只要是草蓝色 草蓝绿色 通通都可以蛮适用你这两周的能量 OK 那第二个呢 要给射手座的朋友们就是呢 这两周你除了要多喝水之外呢 我看到有人很气喘吁吁的 在做一些好像有氧运动 还是做什么事情这样 我个人觉得可能要特别提升你的这个心肺功能 因为我在传递这些讯息的时候 我觉得我好像有点喘不过气来 就是这个肺活量好像并没有很好 OK 所以我觉得最近你可能可以多训练一下你的心肺功能 好吧 好嘞 第三个也就是呢 他们要告诉射手座的朋友们 不要太过于起人忧天 好吧 就是有一些事情还没有发生 你就不要把他想的太可怕 不要太过于起人忧天 有一些事情他可能只是 他们说 有点像说 只是让你想起了以前过往可能不太OK的回忆 或者是你遇到什么样重复的事件发生 所以你自己好像有点想太多了 OK 或者是过分的去预设立场太多了 好吧 这就是这两周要给你的开场讯息 好 接下来我们把能量转移过来这边 我们来读看看 看这边有什么样的讯息可以帮助你们好吗 好的 我们来瞧瞧 好 这边呢 我读到一个讯息是很特别 你会觉得这两周你好像被别人捅一刀 这个捅一刀不是说这些人真的给你捅一刀 这捅一刀给有一个感觉就是 你有可能会回到过去的一些状况关系人数当中 但这个状况关系人数呢 并不是你想要遇见的 比如说你讨厌的上司好了 就是你已经离职了 对你在马路上遇到你之前前一个公司的上司 类似像这样的感觉 或者是比如说 你有一个班上很讨厌的讨厌鬼 你想说毕业了就不会遇到他 没想到很衰 又在路上遇到他 类似像这样的感觉 好不好 请你们自行灵活去套用你们的状况 反正呢 在这两周有一些挑战就是 你得不断的去面对 这个你并不是很想要看见的状况 关系人数的出现或发生或回忆 这就是为什么刚刚前面开场的能量场的时候 我就读到这个感受 好不好 那我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我知道我刚已经开牌了 但是我必须很诚实的告诉你们 在要读这些能量场之前 我是不会去看这些牌卡的内容的 因为这样子呢 我就没有办法读到当下的能量场 所以我通常就是看一副读一副 像我在读过去的能量场 就是专注在这边 那我刚刚在读开场讯息的时候 我整个脑袋是往上看的 脑袋往上看 是眼睛往上看吧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这些讯息呢 它会是互相的去相辅相成的 OK 好 那为什么我会告诉你 你会回到一个 你并不是很想去接触的 这个状况关系元素当中 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这个能量场 我会说啊 为什么你会觉得被人家统一道 就像这个保健器啊 你看这个人手上就是拿着一个匕首嘛 对不对 那你就像这只乌鸦在下面鬼吼鬼叫 我的天啊 这个人怎么又出现了 就是像这样的状况好不好 好 那在过去的能量场呢 我觉得这个啊 就是你并不是很想看见 这个相关状况元素 就像这个恶魔一样 你看哦 你就是在这边 这个右下角这边 被他牵制的这个人 OK 所以呢 我个人觉得 这个人呢 多多少少能够撩起你的心弦 是这样讲吗 也不能讲说撩起你的心弦 就是 他会让你情绪上有一种 呃 的这个感觉 你懂我意思吗 或者是你会觉得 啊 怎么会这样 啊 怎么那么衰 哦 怎么又是他 类似像这样的感觉 你懂我意思吗 那当然这并不一定是说 一定要跟你过去有关系的 你有可能现在有关系的 他也会造成你有这样的状况 但是我读到大部分的能量 是跟过去的人比较有关系 OK 好吗 请大家要能够灵活的去套用这些事情 那我为什么会觉得 在过去的状况呢 这个人事务状况关系 回来之后 让你会觉得说 你好像没有办法去控制 这些事情的发生 你懂我意思吗 比如说你在路上 遇到你讨厌之前的同事好了 或者是老板好了 你说嘛 你怎么会知道说 他刚好跟你守在同一条马路上 或者是刚好跟你搭同一条捷运呢 这个不是你能够控制的 这就是为什么呢 你会觉得说 在过去这个状况 关系人事务当中 他怎么会莫名其妙的 回来你的世界里 你好像被这个 你好像是被操纵的这个傀儡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魔术师呢 其实他也代表另外一个 能量场叫做控制 然后这边呢 有一个权杖女王 女王 女王 OK 权杖女王呢 他其实是很开心的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 他觉得 我生活的各个方面 终于回到我的手掌心了 在我的掌握之中了 殊不知 这个诡异的这个恶魔牌卡 又出现了 你知道吗 他就像是这样子 你在叫我吗 就像是这样 浮到这个台面上来 所以你看哦 你在这边 还正在开心说 哇我的天哪 一件事情正在 按照我手上拿这个权杖 我终于掌权了 我生活所有各个面向 终于按照我想要的方向发生 说 这个恶魔 突然就从这边 慢慢的浮起来了 你会发现 然后呢 对为什么会这样讲的原因是 这个魔术师 其实是一种操控的感觉 而且魔术师 你去想嘛 魔术师他是使用魔术 对不对 魔术是一种 看不见摸不藏 然后看不透的东西 所以你会觉得说 哎怎么会这样 这件事情怎么又突然又发生 或这件事情 怎么重到覆车 或这个人 怎么又回到我的生命当中 类似像这样的感觉 好不好 所以你才会 有这两周有一个感觉 就是我好像被别人捅一刀 我明明觉得 所有的事情 都在我掌控当中 怎么现在突然又失控 就是给我一个 这样的感觉 好不好 好来 那在现阶段的 我个人会觉得你会觉得说 这个人的出现呢 我个人觉得 或许是带给你一个契机 这个契机有很多种说法 在契机有点像是说 或许你们有了一个 更好的合作机会 所以这个人 他突然出现说 我觉得你之前在 上一个公司表现很好 那我们最近公司有一个企划 你不是转移到新的公司了吗 那要不要我们两间公司 来谈看看这个合作计划 我只是随便举例 大概像这样的感觉 那还有另外一个状况是 你不得不回去 去跟这个人一起进行合作 这是第二个说法 好不好 好来 那这边呢 还有一个状况 第三个状况 让我有一个感觉是 你没有办法推脱这个状况 所以你只好 进入这个状况 跟这个就有的状况 关系人数 只好进入这个状况 因为这不是你能够控制的 我刚刚有在讲 过去这个状况已经失控了 它不是你可以控制的 它是一些 有关于外在这些因素的推进 所以你不得不进去 这个状况里面 但是你进去这个状况是什么 是为了要创造一个新生 或者是去巩固一个什么东西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的原因 是因为这样子 这个就有的 回来的这些状况 关系人数 其实他们是要打造一个 更新更好的东西 这中间需要的东西 叫做合作 那合作是为了什么 合作是为了这个权杖士 还有这个empress 也就是这个女皇牌 也就是这个稳固跟新生 所以你要能够合作之后 才能达到一个稳固跟新生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说这个状况你有点像是被半推半救 OK 或不得不 或者是 嗯 好像有更好的合作模式 虽然说这个老板我之前很讨厌 可是他现在这个方案 对我现在所处的这个公司是有利的 所以好像就有点像是说 以这种状况 让这个双方来进行一个推进 或再度复合也好 或相聚也好 或者是合作也好 我的感觉就是像这样子 OK 所以呢你会觉得说 这个很像是像是好像有人在背后捅你一刀 但是你又会觉得说 这件这个状况关系人数啊 让你又觉得说 啊你目前现在的状况好像也不得不这么做 这就是这个状况给唯一的感觉 那在未来这个状况啊 我个人觉得 这边非常非常有趣 原因是呢 这边呢会出现一个双插路 这个双插路是这样子的哦 这边是一个战车牌卡 这边是一个权杖二 你注意看 这个呢权杖二是一二嘛 对不对这个马也是一跟二嘛 那一跟二黑与白 阴与阳 其实就是在做一个选择 然后呢要怎么样做选择呢 你注意看哦 这边呢这个选择最重要 也就是这个圣杯一 也就是说你现在想 如果假设你被推入了这个坑 虽然也不是你自己愿意掉进去的 但是你会去想 怎么样我能够为大局着想 怎么样我能够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 怎么样我能够以 嗯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 有点像说 以大局为重好了 或者是比如说你会去想 怎么样对双方都是一个好的结果 或者是在衡量所有的这些考量之下 你会愿意拿出诚意也好 拿出作为也好 拿出实质的行动也好 你会去做出一个决定 OK 比如说我这样子举个例好了 比如说假设好了 你之前那个老反正对你非常非常不好 所以你因此就离职了嘛对不对 那你离职了之后呢 你发现说 诶其实你现在这个老板 他们正在推出一样新的商品 你觉得跟他合作的话呢 对于你现在所待的这个公司呢 是有加分的 而且呢搞不好会为你带来业绩 或者是比如说 你新的老板会因此啊 看中你的才能好了 类似像这样的感觉 OK 所以呢你会觉得说 我的天啊 我得跟我这个恶魔 传说这种恶魔 那个恶 那个 穿着Brother的恶魔的那个老板 去跟他有所接触 那如果你去跟他接触 势必你跟他合作 彼此就得妥协 中间就会有一种掌控 被别人掌控的感觉嘛 那你会觉得说 啊我以前被你 这样子掌控在你的手中 现在又要被你捅一刀 但是为了我的前途 我不得不 你懂我这个意思吗 我就是在做一个形容 请你们去套用你们相关的状况 人数你可以按暂停 OK 那这种间要求什么呢 要求你们的配合跟妥协 跟合作嘛 对不对 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钱币扇 原因是因为你想要达到一个 巩固的状态 有一个新生状况 例如说 你希望这个新的专案 新的公司 对你能够有一个新的看法 那这个权杖式 给你一个巩固的状态 就是他可能会巩固 你在这个公司的地位嘛 或者是他可以巩固 你的收入 巩固你的什么 或者是巩固 整个公司的大方向的发展 类似像这样的状况 所以在未来 你会以一个全大局的着想 或者是你会觉得说 哦如果我这样做 虽然没有错 这个老板以前对我很不好 可是如果我们这样做 对彼此是双赢的 或者是对彼此是有帮助的 那我愿意选择这么做 所以在未来的状况当中 你会变成是说 即使这件事情 有好有坏 但最后你会选择 好的那个面向去 推动这件事情的发生 这也就是为什么 这张战车牌卡里面 有一只黑马 有一匹白马 你知道吗 黑白要相容啊 是很难的 它会变灰色的嘛 但为什么呢 这个黑白白马 可以同时进行向前骑 原因是因为 你愿意选择看到光明的那一页 那一面 所以呢 你愿意呢 去选择这个方向 去做一个推进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两张牌卡 你看哦 你会去看到好的那一面 然后去推进这件事情 所以或许 在你心中 曾经有一些节 或者是过往 或者是这种 打不开的心事也好 或者是 没有去说出口 或者是 跟这个人 没有算完的账 你可能呢 会就此觉得说 进事前嫌 如果这件事情 这个做法 对所有的人 或这个状况 是有利的 那没关系 我就先将就一下 或者是 我就这样做一下 类似给我这样的感觉 因为你看哦 这边最后 你目前看不到 也有可能会迎来的是 这个前币六 这个前币六 你看啊 就是两个人嘛 互相合作 你来我往 才会有这个 无限大的这个 符号存在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 未来这两周呢 不管这个人 是过去的人也好 像我讲的 大概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人 会遇到过去的状况 过去相关状况 人数 但有百分之三十 是遇到一个 你觉得你没有办法 掌控他 他很难搞的人 或者是你会觉得说 什么事情要听他 比如说他就是你的上司 类似这样这样的状况 请能去套用 但你不得不跟他 进行一个合作或连结 但是我觉得 最终最终 你会按照你自己 我觉得吧 就是你会雇全大局 你会为了 我觉得这不能讲牺牲 这有点像是说 你知道其实你自己 也可以从中获得好处的 你也会去看到 你自己内在 这边有个特别的讯息 你也会去看到 你自己内在害怕 或不想面对的那一面 然后当你真正 跟这个人有所接触之后 你才会发现说 其实好像没有那么可怕 对方没有 你想象中的那些严重 其实他有优点 你反而会以不同的角度 去看待这件事情 然后你就会做出 一个很好的选择 你懂我意思吗 比如说你以前都觉得说 你这个老板是个恶魔 但后来你发现说 他之前为什么那么急车 那么挑你毛病 然后后来你离职了 然后最后 你在跟他合作的时候 你才发现说 哇原来没想到 他在商场上这么有魄力 难怪他的决策 非常的果断果决 他以前很直白的拒绝我 原因是因为 这个方法在商场上其不同 你懂我意思吗 你开始好像看到 对方的立场 你开始好像看到 对方的优点 所以渐渐的 我觉得你在看待 这件事情的角度 不是只有顾全大局而已 你开始看到 对方不同的立场角度 或者是面向 所以我觉得 你做出了一个 更好的选择 然后让这个合作方案 是有来有往的 变成是一加一等于三 因为你看 权杖三 如果两个人同时进行 应该是两张权杖三 最后就会变成 这个权杖六 你来我往的状态 对不对 所以现在 应该正常来讲 是要变成这样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说 我不觉得这件事情不好 我觉得 反正好像是给你 一个机会去回头看看 你可能在过去的经验当中 你少看到什么东西 然后那时候 你有点可能是 以自己的角度 或出发点 去看待这件事情 而造成里面 可能有一些误会 或误解 这或许是一个 很好很好 能够彼此被 谅解或看见的 一个机会 我个人觉得 这是一个蛮好的 一个结果的 好吗 好 那接下来呢 今天呢 我们要来抽一个灵魂 正在学习的 课底的牌卡 那等一下呢 我们会用阴阳 两副牌卡的代表 来抽出一张牌卡 来告诉你 怎么样 你可以比较快速 通过这个课题 或这个状况 好不好 好嘞 好 那你灵魂现在正在学习的课题 叫做Worry 也就是担心 我个人觉得呢 就是你知道 上面就是写啊 我正在学习 如何不需要去担心 这个改变 这个结果 我会不会被 怎么解释 应该说 我现在正在学习 不需要去担心 这些结果 或者是状况 的发生 你知道吗 也就是说 刚刚我有讲啊 你在这边担心 这个人会被控制 这个人回到你生命当中 或者是这个状况 或者是合作伙伴 又重复出现 你会很紧张 很担心的 你懂我意思吗 或许你跟他之前 有过绝 或许你们之前 或许 我大概发生什么事 或许你们之前呢 有些状况 并没有说得很清楚 并没有疏开 或者是之间 有一些误会 你怕 你想嘛 你在见到你的仇人 或见到一个 你跟他搞得很难堪的人的时候 你总是会感到 怎么会这样吗 这就是我刚刚一开场 就讲的 这个担心担忧 或者是这种 的这种感觉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觉得 你的人生的课题 目前的课题 就是在选择 如果你不要去想 这件事情的结果 会是怎样 而是在这个经历的 这个过程当中 去看看 中间是不是有 你没有发现 或没有挖掘到的事情 我个人觉得 这可能会给你 带来不同的感受 或者是见解的 我觉得这是 你现在正在学习的课题 而不是去担心 哇我的天哪 我还要跟这个人合作 这个人多难搞啊 我以前认识他的时候 怎么样 你懂我意思吗 我觉得 你不需要去想这个东西 而你要去想 这个结果 并不是你能够控制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要不要试着 以不同的角度 去看待这个状况 的关系人事物 好吗 好来 接下来呢 我们来用大天使麦克 代表这个阳性能量的代表 我们来看看 有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协助你 能够更加快速的 通过现在这个 能量才跟课题 好吗 我们来恰恰 OK OK 两张跑出来 那我们就看两张吧 好的 OK 好吧 你看哦 这个两张牌卡 分别是 这是你生活的 Purpose 要怎么讲 你的人生使命 或原则吗 可以这样翻译 那这个是 你正在问的这个人 是值得信赖的 你懂我意思吗 这就是为什么 刚刚有给我一个感觉是 我觉得这个人 这个人物角色 就是这里面 这个其中的一个人设 其实我觉得 他就是有 你看不到的优点 但以前对你来讲 可能是缺点 你懂我意思吗 就像我刚刚 是不是有举例吗 我就是觉得 这个举例非常的明确 就是说 你看你这个老板 之前都很机车 一直拒绝你的气话 然后好像就是 你讲的都是屁话 你懂我意思吗 然后你给公司的建议 他就说不对不对 不好不好 不可以这样做 所以你那时候感觉 可能很受挫 或你会觉得说 这个人怎么这样对你 怎么这么挑剔你 怎么没有站在你这一边 类似像这样的感觉 但其实你没有看到 他真正做的这个决定 背后的目定跟原因是什么 所以借由这一次的重逢 或相聚 或者是比如说 你在再度跟他进行 合作过程当中 你才会发现到说 哦 原来对方之所以 为什么会这样 哦 原来对方之前 为什么会对我这个态度 我觉得 这就是为什么 其实你要试着去看待 这一个相关状况的人数的另外一面 就是在这里 这就是这张牌卡 给我很明确的感觉 OK 那为什么这张牌卡叫做 这是你人生的使命呢 我个人觉得 这张牌卡呢 不是按照这个字面上面来翻 而是说 他在让你看到 你人生这边有一个功课 你并没有看见 也就是说 你以前比较像是坚持己见 你注意看 这个天使 他是抱着这一个地球的 你懂得知道 他抱着这个地球不放的 OK 我个人觉得这张牌卡 给我的能量就是 你以前有点像是过分坚持己见 所以你没有办法看到 事情的另外一面 所以这件事情变成是 你人生当中 所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你的人生使命 你得突破这个课程 突破这个状态 那我觉得你才会level up 这就是这一张牌卡 给我的感觉 所以这两张牌卡呢 我个人觉得 你可以去做一个深度的思考 跟想看看 你是不是有哪个状况 来做一个前后对应的比较 好不好 他们这边讲是一个 前后对应的比较 OK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抽女神牌卡 代表这个阴性的能量 有什么样的讯息呢 能够协助你 能够更加快速通过这个课题 跟这个学习的这个状况 好不好 来 你看哦 这张牌卡呢 叫做周期与节奏 OK 他们上面虽然是写的说 尊重你的身体能量产 跟情绪的周期 我个人觉得 这个周期有点像说 这件事情嘛 它有点像是不期而遇 你懂我一下 有点像不期而遇 并不是你在能够掌控的 状况之下发生的 所以呢 它好像是在你 终于修复完成了 或终于离开这个公司了 或结束了这个方案了 或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了 你觉得你重新生活要开始了吗 就像我讲的一样 你的生活什么东西 都掌握在自己手上 殊不知 这个东西就又出现了 对不对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这个就有点像是说 这个周期 新的周期又要展开了 比如说你先离开了 这个你自认为不好的公司 然后你重新到了一个新的公司 没想到现在又要跟他 重新联系上去 做一个新的合作方案好了 这个是有一个周期 一个周期 一个周期在进化的 但我个人觉得 这张牌卡给我一个感觉 有点像说 你在经历过了 过去这些周期之后 因为你现在要进入到 一个人生新的阶段 所以你必须去面临 不同的学习跟成长 还有课题 所以等于是说 好像你先离开这间公司 他们你自己觉得 那个时候他们对你很不好 所以好不容易 你进入一个新的职场 你进入一个新的公司 你觉得跟同事相处的还不错 比上一间公司还要好的时候 这个状况有点像说 在帮你补充这个能量 然后让你对于 自己更有信息之后 殊不知真正的考验就来了 跟你合作的 竟然是你的旧东家 你懂我意思吗 就有点像类似这样的状况 所以它是一个周期性 周期性的节奏 它是在prepare 让你能够继续 迎向下一个人生的阶段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你要试着 能够去迎接这些事情 来到你的生命当中 还有你要能够去看到 这些相关的状况 人数 他们为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跟不一样的面向 这就是我个人觉得 这一次的能量排达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因为你去想 如果假设好了 你没有离开你原本的公司 你怎么会有机会去看到这个人 也就是这个主角好了 或者是你的前老板好了 原来他是这样子做事的 他是用这个方法的 他是有这个立场的 他是有这样的想法 这是需要一个周期的 如果你没有离开这间公司 没有搬到一个新的公司 没有一个新的开始做了这个职务 然后那你是看不见的 你懂我意思吗 你是看不见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像是 这个周期啊 让我有一种感觉像是生命的安排 你得先走过这一招 你才知道 下一招经历过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才会回头去看到说 哦原来这个课题要带给我的学习 是这样子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 双周能量排卡解读 对于射手座的朋友们 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我个人觉得你可以试着 能够去站在不同的角度跟立场 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去看看牵涉在其中的相关状况元素 到底为你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跟转变还有学习好吗 我觉得这个会比你专注在说 这个人到底有多机车 多难搞 多难相处来的好 你懂我意思吗 有一时候我们人呢 就是会被自己的情绪所牵引 这也是这张牌卡说 你要尊重你的身体跟能量 还有情绪的这个周期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 太容易被这个情绪所影响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很客观的 去看待很多事情 好不好 这边呢就是要给射手座的朋友们 这两周的双双联亮运势排卡解读 希望呢能够符合你的讯息 然后你的状况啦 也希望这些讯息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符合你的故事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会尽可能在有空的时候 尽快的回复给你们 好吧 那也希望你们可以帮我的影片 按一个喜欢 协助我频道的成长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